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这里在枪口的位置 我们的Bikini是拿到了一手A5同色 选择加注进场 五万五千的积分牌 可以看到在装位的 玩家是拿到了一手 钩石同色 当然这里的花色是被压制了 那谭轩好像有点想法 我知道有些玩家在break之前 会做一些特殊的动作 因为他会觉得说 休息时间大家盖牌率比较高 或想要做一些挤压 好 谭轩 不负大家的众望 选择加注到 二十万 那我觉得会变成一个超大的底池 因为我相信这两个玩家 应该都是会抵抗这一个 3B 照理说一对一的话 Briant肯定都会更 那首先一对一是 对手比较简单只有一个 那如果再多人底池的话 会盖掉我原因 还有原因就是 底池会被弄得很大 那底子弄得很大的话 你每买一张牌都会变得很贵 赔瑞盒是没有错 可是你只要翻牌 你并不是击中了你的天虎如 天两队什么之类的话 你基本上你要买下一张牌 因为七个人 六个人的底次 非常的大 变成是说你要去 花更多的钱去买 后面没有足够的钱去支撑 那个赔瑞 就会变成不划算 而且像二五这种牌 你进去哪怕是击中两队 敌两队也不一定大 对 所以我相信坦轩应该要 试着做一个bluff 不然他是没有机会的 如果坦轩这边做一个bluff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成功 是因为 呃 对手平跟的一些范围 会有一些 呃 可能9以下的对子 可能8876650之类的牌 那 我觉得是可以 还是可以偷一发的 那坦轩选择check的话 我觉得他 如果在对手打了 他就只能放弃 那他如果看到队友check的话 也许他会在转牌 试着开枪 把这个底次拿下来 我相信坦轩这把牌 应该就是 任陪杀出了 我觉得divose 有可能会继续check 让对手来 呃 有可能会继续check 那也有可能会打一个 非常小的柱马 让对手来犯错 果然还是check了 那坦轩这边 会不会因为他的check 的这个陷阱 然后在river 跳出来自杀 他这个牌 他其实蛮不好意思开牌的 我觉得会有这个影响 那这边如果不跳出来打 他势必要把他27 开出来给大家看 那 再加上他不打不会赢 所以 坦轩有可能在这边 会选择做一个投机 可能是25万 30万 16万 果然还是开了一枪 因为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唯一的机会 唯一的机会 嗯 虽然这机会也的确很渺茫 对手这里不一定有一张勾去 就是去跟住 他甚至 对手这里有 有一定的 K啊 有一定的 他现在只是期待把他的88 88以下 对 对 他这个下注能打掉的 打掉的 打掉的 哈哈哈哈哈哈 终于是把他今天27开出来了 就他的10J也只选择跟住 没有选择Race 虽然打得非常的平稳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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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